成熟姐姐与年夏小奶狗被渣男渣女抛弃后充足CP 两人携手反杀 一跃成为拳击对天情侣 真无相的爽文打脸CP 大家还不来磕一口吗 哈喽姐妹们 这里是姐妹吐槽诀 不由来讲 喜欢你我也是你 问姐和小董的后续了 上期我们讲到 问姐和小董进行了第二次约会 两位已经开始有了暧昧的粉红小泡泡 小董的人气实在是很高 除了被问姐选中之外 于超和倩倩都选了她去约会 她和于超那场约会完全没有暧昧 单纯就是朋友一起出去玩 于超也是很懂CP的 回来之后专门告诉问姐 我这就是个朋友间的破评局 跟约会没有关系 简直就是助攻的一把好手 约完会那天晚上 问姐去问小董 今天玩的怎么样 小董说是不一样的体验感 玩的很刺激 问姐故意问 刺激 比昨天我们玩卡丁车还刺激 小董赶紧解释 那不一样吗 观察室都看出来 问姐真是在撒娇了 明显就是故意找小董的茶 想和她拌嘴嘛 而小董和倩倩 还有男色的约会 就更是低于级别的尴尬 小董出门之前 还专门给问姐交代了一声 想及了男友出门前 还得报备行程 问姐也不是那么小肚鸡肠的人 甚至还主动起身 把他们送到了大门口 小董自从因为倩倩 失声痛哭之后 就对她死了心 现在跟她坐在一起 满脸都写着 我倒要看看 你又在整什么幺蛾子 倩倩和海涛一起调香水 她就在桌子对面 门头作自己的 对于倩倩抛过来的话头 全都能在一句话内 把天撩死 可以说是大写加粗的摆烂 但是我实在是不理解 倩倩的操操作 她之前明明都决定 偏向男子了 现在又来撩小董 故意夸她 睫毛很长 说话时还会往她身边靠 这时的小董 就像是西游记里 被女妖精勾引的唐僧 任她怎么聊都无动于衷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贫僧早就心有所说 你不要白费力气 男子在旁边看到一脸无语 明明是三个人的约会 最后怎么是我多语 吃饭的时候 选个座位也是极无极尴尬 倩倩本来都准备 在男子身边坐下了 结果她又觉得不太妥 竟然让两个男生坐一起 她一个人换到对面去了 这一顿饭 我光是看着都要消化不良 小董全身上下 都散发着想走的气息 但是男四竟然率先提出要撤 小董心里那个崩溃啊 折磨一来 她就走不掉了呀 总不能把女生一个人扔那儿吧 倩倩问小董 假如小屋里有两个你在纠结的人 你会选哪个 然后她又改口问 你是会选择那个你喜欢的 还是对你好的 这不就是暗示 让她在自己和问姐之间做选择吗 小董当然选择相处的更舒服的问姐 但是倩倩又一直暗示她 你是会为了舒服放弃心里很喜欢的那个人吗 这就是默认小董很喜欢自己了 小董当然没上她的套 故意把这个问题给避开了 她现在心里只有问姐 并不是因为问姐喜欢运动 能和她合得来才喜欢她 而是两个人本来就合得来 而喜欢运动只是个加分项而已 小董好不容易熬完了这场约会 回家终于能跟问姐说上话了 问姐一眼就看出 她今天很累 一直在关心她有没有不开心 小董不想说今天那么尴尬的氛围 就故意转移了话题说 问姐皮肤真好 这一下又被她给撩到了 问姐也知道 只见婚是问不出来什么了 那我就陪你喝一杯吧 两个人一起上楼喝酒聊天 这下的氛围终于舒服了 小董和问姐待在一起的时候 才是最放松的 两人靠在一起聊着心事 光是看着就很甜了 问姐在面对小董时也完全不装 很诚实的说 自己喜欢又有好看的外表 又要有有趣的灵魂的人 而且是先看外表 她就是那么肤浅 这话也和问姐第一晚发短信 跟小董联系上了 她就是喜欢小董这一款嘛 问姐很好奇 他们做个手工 怎么会比和自己去开卡丁车还累 其实就是想听一句 是因为一起约会的人不同 心境才会不同 然而小董说的确实 做手工太费神了 比她打比赛还累 压根提都没提 约会对象的问题 唉 你问姐就姑且相信你吧 因为之前好几天的信件 都是指头不看 现在他们终于能打开信箱看信 问姐给小董写的信 专门折成了玫瑰的形状 但是小董竟然以为 那一封信是倩倩给的 这大傻孩子 真是怪急死我了 她以为那是倩倩 在约完会之后写给她的 所以她又陷入了迷茫和纠结 和朋友聊天的时候 她也提到了倩倩和问姐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 虽然她嘴里说是纠结 但从她对两个人的形容来看 其实是更偏向问姐的 因为两个人相处起来很舒服 都爱好运动 吃的方面也很像 总结起来就两字 般配 另一边 老藤竟然也开始搞事 专门把问姐单独约出去 吃了个饭 问姐对老藤已经没想法了 这一顿饭也吃的没啥暧昧 两个人把话说开之后 反倒开始给对方的感情出主意 这就是把对方当朋友了 这一晚 小董也继续和问姐稳定户头 双箭头的感情 并没有被那点小纠结所动摇 后来 节目里又来了个新人 杰哥 其他女生都很激动 只有问姐内心毫无波动 小董虽然心里不说 心里也有点危机感 生怕问姐被新人抢走了 时时刻刻都想着和问姐提提 她回家第一件事 就是打听问姐回来没有 等问姐回来了 她又忙前忙后的帮她搬快递 她问问姐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问姐说加班去了 小董小声说 我还以为你接杰哥去了 哎呦哎呦 是谁在打情骂俏吃飞醋啊 姐妹们都心里清楚啊 第三次旅游约会 小董和问姐又在一起 他们俩这对CP已经是锁得死死的了 出去约会之前 问姐还专门去找小董一起打情侣装 他们在高铁上靠着一起睡觉的样子 完全就是小情侣 到了台庄之后 问姐还在酒吧里唱歌给小董听 唱的歌是亲密爱人 歌词和表白也没两样了 小董还上台去给问姐弹吉他伴奏 两人一起唱着情歌 情非得也 这一幕实在是太浪漫了 在逛街的时候 问姐看到了架子上的莲花 随口一说 这个是莲花 我叠的是玫瑰 这下小董才知道 那封信原来是问姐写的 误会终于解开了 小董当时那个高兴的呀 连说话的语调都是飘着的 原来是你折的玫瑰呀 感觉心里又更爱问姐了一点 从此之后 小董就对问姐更坚定了 两个人同吃一块桂花糕 逛街的时候 终于牵上了手 小董怕问姐冻着 又脱了羽绒服给她穿 而问姐也帮她往后背贴暖宝宝 屏幕前的我 总是会被这种小细节填到 问姐走着走着 小声说 还是好冷 小董就干脆把她给背起来了 被这女朋友逛街什么的 也太像欧香剧了吧 两个人口味都清淡 出去吃饭还得特别嘱咐 少油少盐少辣 问姐说 又想念某人煎的三文鱼了 小董立马答应 好 回去之后就给你做 两人的关系 经过这次约会 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问姐提出 有机会想去小董老家看看 小董也说 生诞要和问姐一起过 比完油回来 他们俩就更黏糊了 问姐说 困得不行了 小董第一反应是 那我背你下去吧 问姐连走路都高兴的在蹦 高冷成熟的大姐姐 也有少女心的一面 问姐专门回房间 和小董换了铜色的衣服 还认认真真补了妆 两个人一起下楼 去拿个冰淇淋 都要撒个娇 哎呀 你拉我起来 我拉你起来 谢谢两位 狗粮已经吃饱了 在节目快录完的时候 男生们都给女生准备了礼物 小董给问姐送了一个挂坠 问姐收到之后超开心 但还是问 你是只送给我一个人的 还是其他人也有 当然是只有问姐的读一份了 因为这个挂坠 是小董被牵牵 拉去做手工的那天 他亲手给问姐做的 而且做的还是问姐的星座 处女座 在小屋里的最后一次写信环节里 问姐把自己给写哭了 小董看到他在哭 赶紧坐过去安慰 我没看你写的东西啊 我不看 你的妆都要枯花了 不漂亮了 然后又超温柔的摸了摸 问姐的头 这一段的男友力太足了吧 有时候我都会忘记 他其实还是在读书的 年下小奶狗 但这种时候的关系和安慰 真的很加分 在最终选择之前 他们还搞了一个圣诞派对 大家穿上了最隆重的礼服 还是按照出见时的出场顺序 进入会场 小董和问姐身为男一和女一 也是最先见面的 他们俩真是人生若只如初见 现在情景重现 又是感慨万分 在最终表白的时候 小董带上了他的吉他 他又给问姐弹了那一首 情非得也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 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 爱上你需要很大的勇气 这首歌简直就是巨大杀气 谁能拒绝自己喜欢的年下弟弟 弹着吉他对你表白呢 他们两人手里都有一块灯牌 小董率先让喜欢你这三个字亮了起来 而问姐的回答当然是 我也是 看着他们俩在寒风中相拥 我的眼泪怎么就止不住的掉呢 不懂就问CP牵手之后 在线下也是真的在一起了 小董带问姐去见了家长 问姐也在微博上高调秀恩爱 只可惜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一年 当时小董发了微博官宣分手 问姐也在他微博下回复了 这样的和平分手 对于恋宗CP来说已经非常体面 对我来说 他们只要爱过 那他们就是真的 谁规定了恋宗CP 一定要结婚了才能算是真的呢 希望他们都能各自珍重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话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我 大家还想看我讲什么节目 都可以发在评论区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